酒精商场的创业老司机关注我 每天分享一点财富干货 让你的人生少走玩路 俗话说四十不获五十之天命 40岁之前不管我们赚多少钱都不是属于我们的 只是暂时由我们保管而已 40岁之后所赚的钱才算是真正属于我们的 不相信看一看自己以及身边的朋友圈就知道了 很多人有富便评 大部分人都是在40岁这个分水里 为什么会这样呢 这就是靠聪明赚来的钱 会让自己在认知上的缺失给亏出去的原因所在 因为40岁之前我们充其量只能算是一个聪明的人 拼命的赚钱努力的混圈子 而40岁之后我们才能够算上一个真正有智慧的人 懂得了凡事都会适可而止 不想去打扰别人 更不想别人来打扰我们 所以我们在进入不惑之连 进而迎来天命之连时 我们更要明白以下这三类人不能亲近 否则等于是在给自己挖坑 我们虽然说不能活成圣人 但是我们可以活成智者 我们接着往下看 第一 视力狗眼看人低之人 俗话说墙头草脸鞭倒 视力之人不管你曾经对他再好 他都会因为钱财从而给你一个华丽的转身 人为财死了为实亡 这是根骨不变的道理 现实生活当中为了钱财可以六亲不认的人也大有人在 那此时我们怎么去识别呢 很简单 没事偶尔装下穷 偶尔借下钱 偶尔诉下苦 看看此时谁还能够帮上你 谁又会呢 离开你 我们就明白了 不是说吗 人不落魄一次 我们永远都看不透人性 更看不清人性 视力之人 他们往往只会给我们锦上添花 从而迷惑了我们的双眼 那明白过后 我们才会知道 之前的花天酒地拼命应酬 也只不过是在浪费自己的时间和生命而已 懂得了人近五十岁 只想活出真正的自我 不想去巴结别人 更不会去指望别人 所以人到五十岁 不管你有没有看透人生 视力之人 我们必须离开 这是老人的忠告 第二背后戳几两骨的小人 孔子说过 小人尽之则不逊 远之则怨 所以那些背后戳几两骨 谈论是非的小人 我们不亲近也不得罪 远离就好 有一句话叫做 宁可得罪君子 也不得罪小人 小人往往是心胸狭窄 容易记仇 你对他好一百次 哪怕冷落他一次 他都会给你背地你使坏 他们是诚实不足 败事有余 人近五十岁 我们懂得了 不会为了社交而去应酬 不会为了孤独而去交友 那此时哪怕身边 我们没有一个朋友 我们也不会觉得孤独和孤单 对待朋友 我们灵缺污烂 对待小人 我们避而远之 第三 勃勤寡异不计好之人 如果说势力之人 他们曾经对你还好过 那么勃勤寡异之人 就是他根本就不想对你好 不记得你的好 你的付出在他们的眼里 永远都是天经地义的事 勃勤看似是别人不懂感恩 实则是伤透人心 所以反之呢 我们对待任何人也不要太好 哪怕是最亲近的人 这是人性现实 不然你付出的越多 失望的也就越大 我们要懂得斗米养恩 丹米养仇的道理 那对待这些薄情寡异之人 我们要远离 人近50岁 我们不想伤害别人 我们更不想被别人所伤害 人到中年 我们走了很多的弯路 交了很多的学费 这些才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 因为我们懂得了珍惜生活 看透了人性 悟透了人生 懂得了50岁之前 我们是在为别人而活着 50岁过后 我们才算是为自己而活着 此时心静心透 心明心宽 人近50岁以上的三种人 我们不能亲近 远离就好 生活我们才会过得 更加的舒心和坦然 人啊 也才会变得更加的有智慧 你对人到50 亲三人等于是在给自己挖坑 这个话题 怎么看呢 欢迎大家留言讨论